大家好我是呼呼奇社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今天的话呢 有把一个朋友赠送给我的一款老物呢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它是马克罗斯7DX的VF17D 网路上的话你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是17S吧 Nightmare那一款 而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目前网路上看到的开箱的话呢 好像我在B站上是查不到了啊 那马克罗斯7的话呢 其实我也只知道主角是巴萨拉 主角叫米莲 其他的东西呢 其实我就是没看 马克罗斯的部分呢 我也只看了 就是他之前的林明美那一部 还有第二部的OVA版 全部有看完这样子而已 那这个是 这个是非常久的玩具啊 主打的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扎实的手感 这塑胶都非常的厚 玩的时候呢 是觉得可以用这个拇指的这个 腹部这个地方 用力的去推移 那玩具的底部有几个起落架 但这起落架的话呢 只是造型 并不能够真的去 并不能够真的滚动啊 但是你强行推他啊 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他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 而马克罗斯的话呢 大家都很很清楚的知道 他有所谓的一个G形态 就是一个守护神的一个形态 我们就以守护神的形态呢 先来大家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首先的话呢 是当然把这个脚的话呢 给打一个反折 这样推下来 鞋尖 鞋后跟放下来 而他的手的话呢 跟以往的 马克罗斯的这个 手的一个变形不太一样啊 把它推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是把它给转向 然后呢 这个部件 推过来 这样子转上来 OK 这里一样 从这个地方推出来 然后呢 翻折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手臂往上折上去 我们要的呢 就是把这两个炮管的部分 是朝向前方 这是他的一个G形态 啊 守护神形态 其实就 就是一个变形到一半的感觉 跟我们以往知道的这个 马克罗斯 这个手放在下面呢 不太一样 那我们就接着呢 把它给变形完成 把这个玩具就是 塑胶很厚啊 玩起来就很解压 这个拳头的话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推出来 拳头 如果从这个地方 推不开的话呢 从根部的这个炮管这里 一推 一样可以把它给推出来 那再来就是把这个 整个腿的话呢 往前面推过来 这里也是一样 往前面推过来 那头部的话呢 这里后面这个地方 它这里有一个双动 呃 勉强也算是双动关节吧 这样子推进来 然后呢 这个 翅膀这里是有滑槽的 把它给推进去 然后呢 往后方 整个的给盖下来 好 那最后的话呢 你会看到一个 好像蟑螂头一样的一个造型 把那个头呢 给转正过来 最后呢 是把它的胸口 从这个地方 给挑起来 然后的话 把这一片部件呢 往这个飞机头 不能往上提 这个胸口再盖下来 把它的胸口呢 做出一个 有炮可以伸出来 这个形态 最后呢 它它的武器的部分 武器就一把枪而已 并没有多余的机关 刻画也是比较 比较简单一点 它的握柄的话呢 有两处 那这个的话呢 也是要还原吧 就是马克罗斯系的 里头的这个武器 机器人呢 都是两手去持的 感觉是稍微短了一点 但是就是有一个 守卫的 卫兵的一个感觉 头上的天线呢 是可以前后 稍微做个调整的 头部 也可以左右转动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手臂的360度的转动 手臂360度转动 没有问题 有一个齿轮关节 但是 响的位置只有一处 蛮奇怪的 手臂的平局 有齿轮关节 外摆内收是有的 手肘弯超过于90度 脚的话呢 前踢后踢 这个脚的话 踢起来的话 位置在很上面 并不是在一个 偏下方的位置 膝盖的话呢 很遗憾 它膝盖是只能反折 它不能够正常的折 那脚踝也没有结底 毕竟呢 这是已经是 很多年以前的玩具 十几年 甚至更久以前的玩具了 那主要的话呢 也是回馈一下 这个多年 收看我节目的 这位脸书上面的 好朋友啊 他几年吧 每隔一段时间吧 就会送我一些 有趣的一些玩具 那我非常的感谢 那能够在 网路上呢 透过做便宜这刚开箱 去结交各个地方的 焦老朋友们啊 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那现在是台风 夜 外面现在风雨交加 利用这一集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